這裏就是香港的屯門醫院 地方都挺大的 在屋邨臨立的附近 它就有輕鐵站經過 輕鐵站在門口下 輕鐵站比較繁忙少少 輕鐵站因為太多的病人 你看到它的大樓都挺大的 它就剛才看到白色這一座 就是日間的 而這一邊橫跨對面的橋 就是康復治療 其實這裏都屬屯門的範圍 後面就是兆康 都很近的 你現在看到這裏下面有很多人在排隊 那裏有很多病人在做日間的治療 現在這裏就是正式的大樓 大樓裏面有急症室 你看到有一個耕廳 那耕廳那裏就是停車場 那你也看到很多的士 其實說真的如果你來屯門醫院 大家勵視你不是因為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比如你探病啊或者簡單看病那些 都是覺得你坐的士或坐輕車最方便的 因為如果不是呢 這個停車場是真的很悶的 經常都悶悶的 那現在就可能好處少少 都有人在排隊啊 這裏有車排隊啊 是不是啊 你看到有兩輛車在排隊 經常都是排隊的 那這個環境就是這樣 是不是啊 那整個醫院就是這樣啊 那至於外面的範圍呢 就有一條大街啦 那你見到呢 這裏有很多違禁的泊車啊 那警察不處理啊 那你就... 你見到這裏有呢 在街上有一個入口可以進來的 那其實入口有幾個的 那這邊這街呢 已經有兩個入口了 那後面那裏呢 就有輕鐵入口了 那很方便的 那你見到這裏呢 就是什麼呢 日間營養中心啊 那現在是啡啡的色的那一座呢 那現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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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呢 灰色這裏呢 就是正門入口了 就是急正室都要進去的 那有什麼事 大家例如都說 都在急正室都進去 那裏面的大堂呢 都很大的 是吧 那那回到外街呢 那外街 那給大家看看 有什麼車子來到這裏 那如果呢 你見到呢 在這裏右邊呢 這邊的就是很多的車站 不知有没有一架是适合你 其实沿途的围泊情况很严重 因为停车场真的不够拍 有些人很趕急进入医院或在里面做事 那是没办法的,拼一拼都要 其实你看到这个这么快是朝七晚春 现在基本上是太阳出晒 你就知道肯定又不是七点前 你看到有些巴士经过的 好了,走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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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